有小说改编的电视剧东宫 相信很多朋友都看过 上映后的收视率也是很不错的 在刚拍这部戏的时候 很多人并不看好 令人意想不到的是 上映后的东宫却受到了观众的一致好评 这也给拍这部戏的演员们实力圈粉一波 剧中的女主角是90后演员彭小冉 最早在拍摄电视剧《老九门》是被观众熟知 而非专科出身的彭小冉 在上学期间学的是波音主持 因出演《老九门》中大吐司时 淮缠一脚走上了演艺道路 算是半路出家的和尚 鉴于东宫在上映后 得的收视率和网友对这部戏的评价 现在把原来的小说再次改编 并拍成电影再次上映 这样的例子可以说不生没举 上映后反响不错的电视剧 很多都再次改编拍成电影了 所以对这次东宫拍成电影的形式上映 很多网友还是很期待的 东宫这部戏毕竟也火过一把 现在被拍成电影 各路的大咖也过来了 这部 在运中的林心如停工休息了一段时间 就又出来拍戏了 而且主角疑似林心如 42岁竟然要演18岁的少女 这就让网友尴尬了 虽然我们都知道林心如17岁初到到现在积累了很多的人气 但突然的转变还是让很多网友 无法一下子适应过来 这部 有心的网友扒出了东宫 这部电影中疑似林心如的定装照 看似42岁的她 穿着大红袍却丝毫有违和感 虽然也有网友吐槽没法看了 但不得不说 林心如穿着这样一件红色的古装衣服还是蛮好看的 问号 剧中也有一些场景是对抑郁风情的特写 有网友表示如果让迪丽热巴来饰演 会不会更好呢 虽然这样的想法看似可行 但既然剧组的定装照都出来 那是不会再临时换掉这样的一个大牌主演 虽然东宫这部小说要改编成电影 但林心如是否真的出演 剧组还未发出通告 不过在大家的期待中 也希望林心如能够真的出演这部戏的女主角 不知道大家是怎么看待的呢 欢迎大家在留言区评论 感谢你们哦 打破了新闻 연的视频 可逐 actor 济世 发安 2014 2008